来,有请 请问您第四想要哪个房间 就剩俩了嘛 那咱第一个三呢 这回就二吧 二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这个还是排出法 是演艺界的朋友吗 不是 不是 我来个大胆排出法 是艺术界的吗 更广泛一些了 今天才发现 李奇确实比我聪明 可以是 是北京的艺术界的朋友吗 不是 你是画家吗 你猜 你猜 这叫什么你说 这个你那个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对 你是我的发想吗 这个问题好 罗良臂 罗良臂 确认吗 确认 为什么 感觉 所以您认为是罗先生 我 我这个有 这个 他是 我也不知道 对不起 你记忆中的发小 没有什么道理 你记忆中的发小 是很少吗 还是很多 很多 但是有特点的 就是刚才类似他回答的那些问题 他这个比较矫情 你听见了没有 可以是 可以是 这种朋友比较少 到底这个人 是不是画家罗先生呢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打开二号大门 打开二号大门 打碎了 六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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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良臂 我国著名画家 是李奇的发小 听他讲讲李奇年少时的趣事 郭老师 刚才在里面看到前面 他在讲车祸那个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心里边很感触啊 是啊 我当时在西安也收到不少电话 信息 都认为我跟他关系好 打了他电话打不通 说让我试试 我试了也没打通 也是比较着急 但是过了几个小时 这个他这个家里人给我打个电话 说没什么事 现在比较忙 这个这个 在一个嫂子 还没有脱离危险 就说让我放心 我就给大家把这个 西安的朋友 就把这个传达了 嗯 罗老师啊 我想知道您跟他是发小啊 您这看着也就四十多岁啊 这是你两个 怎么个发法 发小法 我就比他小一岁多 我也是过了六十的人 不是 您这怎么保养的呀 这个 哎呀 你们俩站在这儿特别像两代人 是 这个网上有这么一句话说 善良的人年轻 是啊 是啊 这句话我早就想送出来 我没好意思啊 有一些词吧 咱们小时候保留到现在这个词 还在记忆当中就是 你来我网那种语言技巧 啊 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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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提醒你 这有真坏的 他在暗示你 您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画家 作为一个画家 你要对公众负责任 公众最希望听到的是 最真实的声音 对 所以我想问您 您今天带了这个是什么 可以给我们 这个 这个本来是 他过六十岁大寿的时候 我准备送给他的 结果没找着 没找着 结果这次呢 就是因为说让我来 说他也不知道 嗯 我说的那我这 带个惊喜呀 带 带 带个 带个纪念品 这是个什么 什么东西 这个是 四十年以前画的 哦 所以 我们第一次能看到 李老师二十多岁时候 是啥样的 哎呀 哎呀 这个 要不我兄弟手艺好 你还真不一定见着 正儿八经元版 我的天哪 她有 1977年10月为李琪同志画像 梁碧于陕西省画剧团 天啊 77年画的 77年 40年前 我都是家的这个 不行 我得放这儿保护起来 我得放这儿保护起来 当年你们两位 就是谁条件更好一点啊 那个时候 我跟刚才那个是一样 他是在单位里边 谁家都混饭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是吃他的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有工资 我们随意啊 他吃我就吃啥呢 饭票 我就想上家里去混饭 他就想上食堂去吃饭